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这里是长沙的阅录区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看长沙有一座震惊全世界的一座大桥 这座大桥造型特别的妖娆,俄罗多姿 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一样,有些人看它像彩带,有些人看它像一根大麻花 也有人看它像这个中国节 不知道在你眼里长沙这座大桥它是怎样的一个外形 咱们可以看得见它整座大桥都是红色的,看上去特别的喜庆 非常的具有这种中国传统风 整座大桥它的长度大概是184米 但是大家可别小看这座180多米的桥 它可是耗置了3个亿的人民币 而且是由800万东方刚一瓶一瓶的拼接而成的 难度系数非常的大,因为你看它这个桥是连绵不断的 不规则的,蜿蜒曲折的 从远距离来看一看,这边就是这座大桥的全面貌 整座大桥它是横跨在这个龙王港河之上 完美的衔接了这南北两端 所以这座大桥也成为了长沙最烂力的一道风景线之一 而且这座大桥还获得了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它被美国的CNN评为世界上最性感的大桥 所以此消息一出呢,也是激励了全国各地来自世界的人 疯疯来目睹这座大桥的芳荣 所以现在呢,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游客都来这里打卡拍照 因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特别的漂亮 现在我上这个大桥呢,给大家去现场的看一看 上来之后呢,真的是惊艳到了我 这种红色的建筑啊,让人看了真的很养眼 而且大家看啊,登上来之后呢 它这个造型啊,特别的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点像滑滑梯 那个扶手呢,有点像电梯的扶手 这个设计师真的是太牛了 非常的佩服它的脑洞大开啊 它一共是有四个拱形 以及五个节点 高度为24米 整座大桥耗制的时间也是特别的久 2014年开始动工 直到2016年才正式完成 也就是说差不多用了三年的时间 这座大桥真的是气质非凡 在周边所有的建筑当中 它绝对能够脱颖而出 据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啊 东关开启 真的特别的漂亮 其实在全国来自世界 拥有这样特色的桥梁非常的少 毫不夸张的说 这座桥梁呢 已经可以和现在很多的网红旅游地相媲美了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能被美国CNN评为世界上最性感的大桥 现在我站在这座桥上 给人的感觉了特别的轻盈 仿佛就飘在了这个空中一样的 而且大家看啊 它这里任何一个节点都是可以变换道路的 它一共是有三条步道 总之呢 这座大桥的建成啊 隔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新的思维 就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感觉特别的震撼 难度系数这么大的一座桥 是怎么建好的 所以说不得不为长沙的这个工程点赞 非常的厉害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了 长沙这座大桥啊 一定会更加的具有人文历史感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但我觉得呢 一定要为国家的工程 国家的建设点赞 这就是长沙震撼世界的 叫做网红大桥 中国街大桥 这是长沙震撼世界的